也好 歡迎收看8月12號大華聯的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經過一個月的時間 紅麵壓放暑假 旅館的水舞活動呢 在11號晚間正式圓滿閉幕了 這一次除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還有空拍機 水舞燈光秀 年年推成初心 沒有參與到的民眾不要灰心 憲夫表示明年會更精彩 精彩的舞蹈表演 近距離的互動體驗 還有絢麗煙火加上無人機搭配水舞燈光秀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紅麵壓放暑假鯉魚潭水舞活動 在11號晚間正式圓滿閉幕 那今天的節目非常的精彩 包含水舞光影秀 空中的光影秀 以及我們準備了300台的無人機 還有很多的煙火 所以今天來到現場的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朋友小朋友 他們都非常的嗨 那我想這個閉幕不只是結束而已 我們希望能夠把花蓮最好的記憶 留給所有的觀光客 當然我們明年紅麵壓 放暑假還是會跟大家見面 但是我們敬請所有的旅客們 大家一起來期待 每一年我們都會推成初心 我們會一年比一年更好 雖然受到天災影響 但縣府強調 花蓮依舊美好 有山有海 還有豐富的文化遊城 接下來更是要迎接一年一度的 競爭花季 歡迎全台各地的旅客 都能來到花蓮 創造美好回憶 也帶走災後的觀光低潮 記者徐立芹送方向報導